第四集 跟踪追击 在案发前两天的监控录像资料中 专案组又发现了跨包人的踪影 那次他没有带包 显然是来踩点打样的 作案嫌疑人终于被锁定在侦察员的视野中 连续作战二十多天 处于压抑状态的侦察员们兴奋了 他们请商煞各楼面各班次的职工辨认录像固定照片 苗震随诸葛平和乔丽娜又一次来到路斯纳莱化妆品公司 我们公司本部没有这么个人 可我听说你们公司有很多营销人员 这个情况你们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们公司销售的是女性系列化妆品 所以营销员都是清一色的女士 那么女士们的家属 还是很有可能使用你们公司发给营销员的这种工作包的 可能 这完全可能 你们向我们的营销员再了解了解 好 宋经理 你找我们 对对对 这两位是我们的公司保安 接触的人比较多 我特地把他们请来 让他们来认认照片 好好 谢谢啊 不用谢 二位 请你们帮忙看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人 好好好 照片上的这种人 有点面熟 小猪 你有印象吗 我也好像有点印象 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有一天我在公司大门口值班 这个人来了 要进公司 我问他找谁 他说了个名字 具体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但是是个女的 我又问他是哪个部门的 他说是公司办公室的 公司办公室的 对啊 公司办公室就小宋一个女的 小宋 你认识照片上的这个人吗 不认识 要认识我早就说了 这个人挺怪的 他也没上楼 就在大堂里打电话 七七粗粗说了老漫天 说完就走了 你说打电话呀 我也有这个印象 是吧 这个人不止来过一次 来了就打电话 打内线电话 时间很长 报电话周 对对 我们公司管理很严格的 员工报电话周 要斥批评的 我好像没有听到 这方面的反应嘛 会不会也是总机小姐 总机也归我们办公室管 有人反映顾红艳 老打私人电话 顾红艳 快去把顾红艳叫来 总机小姐顾红艳很快来到办公室 这是一位面容娇好 身材小巧的年轻姑娘 乔丽娜把照片递给她看 苗震和诸葛平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 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不不不 我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 那是不是有什么人常在公司里给你打电话 而且一打就是很长时间 没有 根本没有 谁在背后下说我 真的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顾红艳的失口否认 使追寻难以深入 专案组决定去大唐向公司的营销人员了解情况 而这无疑又是一次大海捞针 探长 嗯 他没有说实话 哦 理由呢 他回答问题的底气不足 我看他肯定是在撒谎 嗯 我的感觉和你一样 小巧 你现在就去总机室 再找他谈一次 好 乔丽娜推开总机房的门 见顾红艳正手握话筒在打电话 见乔丽娜进来 顾红艳不由一愣 哦 有人找我 我挂了啊 再见 你找我 对 我找你 我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 我不认识他 我还有些话没对你说 哎 坐 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知道啊 知道就好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你 刚才我们向你了解的这个人 牵涉到一件重大的刑事犯罪 我没做什么 我真的没做什么 这我相信 不过同时我还相信 你还有什么瞒着 没对我们说 要知道知情不报 同样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 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我说实话了 你没有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有人给你打过电话 啊 为什么 真的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 你还年轻 这样做犯不着啊 真的没有 是这样吗 真的 说吧 是谁 总给你打长长的电话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你又在跟谁打电话 是照片上的那位吗 是不是 不是 是 他是谁 我 我从前的男朋友 叫什么名字 碧海山 在哪工作 安保设备器材公司 安保设备器材公司 碧海山 不正是那个曾检查维修 友好商煞红外线报警系统的小师傅吗 当苗镇 诸葛平 乔丽娜 得知照片上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碧海山时 三个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碧海山 对商煞报警系统的房区了如指掌 他知道如何破坏 也如何修复 他熟悉安保的宣查规律 因为一条条规定都清清楚楚的写着 挂在监控室的墙上 这个最具备作案条件的人 我们怎么从来没想到过他呢 是啊 他的身份特殊 说他是外部人员吧 他比商煞内部的职工 更具备作案的条件 是啊 还有个情况 刚才我去总机房找顾红彦的时候 他正好在给碧海山打电话 见我进去就挂断了 他跟对方说了些什么 他问碧海山犯了什么事没有 对方说没有 顾红彦不相信 说如果你没有犯事 803不会来找你的 他们手上有你的照片 糟糕 漏气了 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出发 追捕碧海山 专案组兵分两步 一路直扑安保设备器材公司 一路直奔碧海山的家 但两处都扑了个空 碧海山仓皇出逃 不知去向 行政总队当即向全市的机场车站码头发出协查令 乔丽娜再一次来到路斯纳莱化妆品公司的总机房里 想在顾红彦这儿发现碧海山的蛛丝马迹 我不相信 我说什么也不相信 碧海山会做犯法的事情 我和他是小学同学 又在一块上的初衷 我非常了解他 那他为什么跑了 他 他害怕呀 你想 你们803找他 他能不害怕吗 他要没犯什么事 害怕什么 他 他真的是个好人 也许 也许要怪我妈妈 你妈妈 怎么了 我妈妈反对我跟碧海山谈恋爱 说他没钱 我妈说 男怕找错行 女怕挑错狼 我的女婿 不求是个大款老板 最起码也得是个白领 我妈坚决不许我和他来往 后来 他给我找了现在的男朋友 在一家外企 做财务 碧海山知道以后非常伤心 有一次 我和男朋友出去 正好在马路上碰到他 他脸都气歪了 第二天 他到公司来找我 就在楼下的大堂给我打的电话 他说 你妈妈不就是要钱吗 我去弄钱 弄好多好多的钱 我就问他 你哪来的钱 他说 我去买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 博一下 但是我就说 等到你中奖 恐怕我都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就在 前两个礼拜 他又给我打电话 说他要发财了 我就问他真的中大奖了 他说没有 但是和中大奖也差不多 他说 他一定要娶我做老婆 请讲 喂 是红燕吗 你打错了 喂 红燕 是我呀 我说了 你打错了 从顾红燕的神态中 乔丽娜立刻做出判断 电话是碧海山打来的 顾红燕又一次撒了谎 看着乔丽娜走出 路斯纳莱化妆品公司的大门 钻进停在大楼前的警车 顾红燕立即拨通了碧海山的手机 海山 是我 你在哪 我在外面 外面哪 我在网路上 红燕 刚才你身边是不是有人 对 是803 来调查你的情况 我没跟他说什么 现在人已经走了 红燕 谢谢你下午给我打电话 谢谢 海山 你到底做了什么 红燕 我 我真的没做什么 我真的 对了 我刚才打电话 是要告诉你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海山 海山 你千万不要犯傻 你要是真的做了什么 就赶快去自首 你 你躲不掉的 红燕 你要相信我 你等我两年 就两年 我会给你幸福的 我向你保证 碧海山 哎 啊 阿神 你怎么 你 干什么 你 你干什么 走 碧海山 上车 放开我 放开我 专案组连夜对碧海山 进行审讯 可是 任凭803们 磨破嘴皮 碧海山 始终不吭一声 审讯 毫无进展 与此同时 侦察员 对碧海山的头发 进行了DNA化验 证实 与案发当天 在六楼商场 大力柜中 发现的头发丝和谈剂 同为一人所有 诸位 开饭了 有热汤吗 有有有 美人一盒 别道理 别忘了给碧海山留一份 已经给他送去了 这个碧海山 给他吃饭 他吃的一点不剩 可要他开口啊 连个屁都不放一个 不知道知道什么 这就叫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看他 我算了 死活不开口 神仙难下手 我有点担心 你担心什么 白玉观音的下落 万一这白玉观音 已被碧海山出手 可他又死活不开口 万一白玉观音 流落到不法分子手里 拖延的时间越长 后果越是严重了 我们得想办法 要让他开口说话 探长 我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说 我们来个出其不意 碧海山 你不要以为自己不开口 法律就拿你没办法 我告诉你 只要证据确凿 法院照样能定你的罪 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 犯罪的全部事实 可是现在我不说 我们还想给你一次机会 给你一次自救的机会 怎么 你还不想说 那好吧 我请你看一样东西 看见诸葛平 碰出的那尊白玉观音 碧海山不由大吃一惊 他睁圆眼睛 直勾勾地望着白玉观音 呼吸顿时急促起来 额头也渗出细细的汗珠 但忽然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 松了口气 又恢复了原先 那漠然的神态 碧海山 我告诉你 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横什么 你笑什么你 你还敢笑 严肃点 碧海山 我知道你笑什么 你笑这尊白玉观音 不是真的 是 这只是一尊复制品 碧海山 你能辨认出 这尊白玉观音 不是真的 那是因为 你能辨认出 那尊真的白玉观音 我没说错吧 碧海山 你的心理素质不错 人也很聪明 可惜 用错了地方 也许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责任不全在你 我知道 你的家境一直不好 在你初中毕业那一年 你父亲因病去世 家里没钱供你上大学 你只能进了一所 职业技术学校 后来 你母亲改嫁去了南方 留下你一个人 在上海过日子 在你的生活中 唯一能给你带来 欢乐和希望的 是你的女朋友 可是 你女朋友的母亲 不接受你 嫌你穷 为了不失去心爱的人 你必须想方设法 弄到一大笔钱 可是你无法通过 正当途径达到目的 于是你就停而走险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你今年26岁吧 我也26岁啊 我们是同龄人 凭什么我在这审讯你啊 现在 你又一次面临选择 你可以像现在这样 死活不开口 那么 法律将会因 国家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而严厉的惩罚你 你还可以有 另一种选择 那就是坦白交代 争取宽大处理 难道你还要糊涂下去 一条黑道走到底 你这么年轻啊 难道你就一点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 苗震一番义正词言 语重心长的话 终于说得碧海山垂下了脑袋 但是他还是没有开口 白玉观音下落不明 803门心急如焚 丁小军和乔丽娜 把碧海山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筛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碧海山手机中的一个号码 引起了丁小军的注意 探长 碧海山手机里有一个号码 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是什么 什么 你来看一下 就这个号码 020151991718 020是广州长途的区号 这我知道 可是这下面九个号码呢 广州的电话是八位数啊 你看151991718 不管是去掉第一个数字 还是去掉最后一个数字 广州没这个号码 对了 会不会是什么卡的密码 比如什么龙卡金卡 长城卡牡丹卡 浦江卡什么的 会不会是什么身份证啊 护照啊 存折什么的 这个你想到的 我都查过 不像 从他手机的信息存储来看 他是在昨天输入这个号码的 在输入之前呢 顾红艳给他打了个电话 之后顾红艳又给他打了个电话 等等 顾红艳给他打第一个电话和第二个电话之间 这段时间 他在干什么 准备外逃啊 咱们抓住他的时候 身上不是搜到了一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吗 那他应该是有行李的了 他的行李呢 他把行李拖了 诶 这会不会是他寄放行李的密码呢 对啊 现在的商煞超市大卖厂 那入口处啊 都有一排排寄存物品的号码箱啊 没错 没错 就是他 好 小军小桥 我们现在就去火车站 把广场周围的商煞超市大卖厂的物品寄存箱 一个巴拉查个遍 是 朱铭 在 你留下 给碧海山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是 苗镇等人立即驱车赶往火车站 在车站广场周边的商煞超市大卖厂 寻找贵号为02 密码为0151991718的物品寄存箱 一个多小时后 他们来到一家由外商开设的大型超市 0605040302 这 小军 立马 好嘞 0151991718 那个箱子开了 嗯 看见打开的箱格里面 有一只印着露斯纳来字样的天蓝色的胯包 三个人的心 禁不住 蹦蹦乱跳 苗镇 抬起手 伸向那只胯包 轻轻摸了一下 手掌上那种 凉丝丝硬邦邦的感觉 告诉他 这正是他和伙伴们追寻了二十多天的白语观音 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他小心地捧出胯包 拉开拉链 喂 雷卫啊 乔琳娜吗 对 是我 我是朱葛平 探长在吗 在 你等等啊 探长 朱葛平 小小你帮着拿一下 当信啊 喂 喂 我是苗镇的 探长 碧海山交代了 是他做的案 他现在是痛哭流涕 后悔莫及啊 对了 他藏白语观音的地方 真叫你和丁小军猜着了 就在车站广场前面的那家大卖场 我告诉你啊 我们已经找到白语观音了 真的 太棒了 探长 你知道碧海山 是怎么识破我的一甲乱真剂的吗 他一定做了什么记号吧 对啊 他在白语观音的底座上贴了一张小纸条 是不是 菩萨保佑这四个字啊 对 他作罪心虚 案发当夜 他就在家里给白语观音烧香磕头 还贴上了这么一张小纸条 哎呀 这小子 我怎么知道他还有这一手 也没心思停下来看看风景 是啊 哎 你们看 那不是友好商商的陈总经理吗 陈总 哎 哈哈 苗探长啊 陈总 你们几位都在啊 你也在逛街啊 哈哈哈哈 哪有这个闲工夫啊 哦 我是参加外事活动 哈哈哈哈 那位跨国公司的总裁来了 哦 就是 买白语观音的那位啊 哦 他就住在这家五星级宾馆 嗯 今天他特地邀请我参加他们晚上举行的酒会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你们几位这是 我们 探长 请我们吃饭 哎 对对对 哎 那好 由我来买单 怎么样 啊 算我个人宴请你们 这个规格嘛 尚不封顶 怎么样 哎呦 好了好了 哎呦 我先走了啊 您忙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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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头啊 东到和平饭店 西到国际饭店 啊 咱们向东还向西啊 哎 什么向东向西啊 啊 向北 啊 山西路美食小吃街 哎呦 你小吃啊 这可以啊 哦呀 探头那么扣门啊 个狼太个狼太 阿巴公 哈哈哈 哈哈哈